上星期,我談到第三集的青春本我 相信很多星夢的粉絲都翻臉拍檔 今個星期怎麼辦呢? 來到第四集,終於到慈仰了 觀眾都摸清青春本我講故事的方式和節奏 真的要離場的觀眾相信都要離場 現階段就是草口碑的時候吧? 今集由頭到尾都輕輕鬆鬆,蠻好笑的 連者和Felix可以做一對另類的CP 火星撞地球都蠻好笑的 兩個轉數快,再加火雞即慢半拍的反應 是星夢最奇怪又好笑的三人組合 可以是愛回家Andy、Peter和Calvin 即是每次出場都是三人行 發揮獨有的化學作用 JW和坤哥這對戲女戲愛都很搞笑 觀眾很容易投入 難怪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有網友說很喜歡這隊的組合 兄弟幫新版又是早有鋪排的好例子 女團快閃之後,經理人BY 叫大家給LIKE 夠5000的話就來個男團快閃 相信早已安排了今日下午 星夢和聖母者在銅鑼灣的快閃 來宣傳今集青春本我 看石仔跳舞其實挺有趣的 放在藍團身上似乎很有喜劇效果 最後定鏡放姿 被Yumi撞破的畫面是蠻好笑的 Hilgo 的表現不錯 除了跳舞之外,原來演戲也不錯的 機會果然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雖然只是出現一集 又因為要集中一集 沒有多餘空間拖拉 Hilgo 的故事比之前幾個 都較為完整和好看 吳若熙的出現都有少少驚喜 角色很適合他做 他和鄧子豐的對手戲都合得好處 一個是老油條,一個是黃蜂美後針 套用飲食節目老是常出現的一句 剛剛好 題外畫,Yumi 的海報被畫花、撕了 其實不用重新設計 重新印過就可以了 我以做設計的 第一身告訴大家 做設計的人不是有空到這樣 說笑而已,不要又罵我了 青春本我,如果前三集都有今集水準的話 一定會加分再加分 下集主角應該就是Winnie了吧 期待,正呀 Hello,我是飛天爺爺 一個寫小說寫專欄的作者 喜歡畫畫、聽歌、看電視、看電視、高劇 極度需要存在感和今次的車廣速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短片的話 不妨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下這個鈴鐺 下一次更新的話就會通知你 最好幫我分享出去介紹給你的朋友 我們今集的節目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見,拜拜